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股票市场上的一个难度在于 你对大盘的一个走势看法 要辽若指掌 另外呢 每一档个股量价筹码 形态不一样 所以他给你买点 卖点 当然不一样 走势当然也不一样 所以整个超盘的一个动作 盘式的规划 再来复习一下功课 如何低进高出 8月23号 两根黑鸡棒打到月线支撑 送问题 这是一个买点 上上礼拜是礼拜五 连涨两天 8月26号嘛 对 要最高吗 第一档有买的 当天我是卖出很多档个股的 8月26号卖出很多档股票 那在卖完之后呢 你看到的是 29号 礼拜马上中错434点 谁最有资格低接 你高档有卖的吗 低档 你当然有资格做 接回的动作 只是说8月29号那一天 长黑灌破月线 操作难度升高 操作难度升高 整个动作 像在上礼拜 那个细微波的转折 其实我也交代蛮清楚的 细微波的转折 怎么操作 上上礼拜五有卖 礼拜可以承接 上礼拜的礼拜三 我有适度的减码 只是减码幅度 没有像上上礼拜五那么高 因为位阶变低了 所以该给你细微波动的一个 短卖点上礼拜三 接下来呢 昨天打下来吗 悲观吗 高点有卖 低档你是不用悲观的 因为已经来到我上礼拜 所设定的支撑位置附近 所以今天大盘 其实没什么跌 是不是 那个股的操作呢 当然很重要 这个位置 8月26号 那一天有卖的 差很多 8月26号 当中指数 15337 到昨天 14632 这样子一个多礼拜 也回档了700点 有没有卖 就指数的空间 是差了700点的空间 你觉得没有差异性吗 你觉得没有差异性吗 或许有些个股你不卖 大盘回来700点 它可能小跌 但有些个股 你8月26号没有卖的 它跌幅 可能比大盘的700点 更重了 这一档合金 26 哪一天嘛 卖出最多股票那一天 53.48档 昨天长黑 48.5 今天呢 更低 剩47 这样有没有超过十几% 所以今天的合金 你想买还是想卖 好不好 你想买还是想卖 你手中有合金的 你会来问我要不要卖 你手中没有合金的 而且你高档有卖的 现在持股 所谓的个股的股价 变平了 你会不会想买 操盘的节奏不一样 你的观念 你的想法 一定不一样 什么是 一档抓完再换一档 什么是获利 陈述效果的展现 你要懂的 低档买 高档出 高档有卖 接下来你会想买 高档没卖 你现在等解套 你还害怕今天回档修正 要不要杀低吗 在低档区问这个问题 有时候是白问的 相对低档了 你来找我 我告诉你要卖吗 钱老师不会做那种 傻事啊 我要给你的事 领先市场的低档布局 领先市场的高档卖出 附顶一样是8月26号 那一天 一二三卖 记得吗 卖在相对的高档了 从这个位置 低档开始买的 上去 创新高我喜欢卖嘛 今天附顶呢 回到108 回到108啦 有没有卖是差一段 对从这个位置买的嘛 上去 不卖 现在下来 回到成本 反正有赚了 便没什么赚啦 搞不好倒赔 真的会差很多啊 这档鱼是 73.5买的 低档操作 81卖 这样刚好一根嘛 赚10%左右 8月8号 卖在81 回档8天 69.8 8天叫转折嘛 当然有做机会动作 69.8 所以隔天涨了5% 接下来又涨了4% 一样是8月23号 宇治我做了八档动作 72.6卖 72.6卖点你家 81的卖点你家 这边10%嘛 这边小赚嘛 那你上上礼拜五 26号72.6没有卖的 今天的宇治 长黑灌下来 剩61.2 差了十几% 没有错吧 你继续算啊 所以金老师是为代汇 卖股票的分析师 不管是赚钱还是赔钱 这档志愿 当时候8月29号 上礼拜嘛 趁大环众做了400多点嘛 183做买进买回的动作 礼拜三 上礼拜三嘛 做了一些短调节的动作 资源其中一档 卖在189 昨天礼拜一啊 还有190 上礼拜五也有190可以卖 可以卖的比喻我的位置更高啊 但是如果你都不卖 昨天最低179.5 今天剩172啊 想低接吗 跟合金 宇智 富顶一样啊 想低接吗 你高点有卖 189支援有卖的 今天剩172啊 差了17块钱耶 小赚出厂的啊 如果你没有出厂呢 不差工 对吧 本来赚钱又赔钱啊 183的买点啊 189的卖点嘛 小赚6块钱啊 你没有出厂呢 你没有卖呢 今天剩172啊 一来一往 有没有差很多 相信同样 你看很清楚啊 这一场红宝一样 8月20号那天卖的 POSE机系统的 机油性的个股嘛 三天涨三成啊 8月20号 卖82.9啊 有没有卖 当天差10% 真的差很多 接下来的红宝 开始做修正 每天都在跌啊 昨天 我们告诉你 越跌越有机会 昨天我们告诉你 这根红鸡棒就支撑 有还是没有 如果昨天忘记 锁定我节目的 或是你今天 刚新进来的 电视观众 把我昨天YouTube的 节目带看完 我没有跟你预告 红宝 越跌越有机会 因为他的支撑 就是这根红鸡棒 他的支撑 就是这根红鸡棒啊 今天有没有下来 今天有没有下来 让你买 今天12345678嘛 回档8天 叫转折 来到支撑 叫买点 所以今天红宝 买还是卖 该卖的位置 是82.9 三天赚了快三成嘛 那现在 低档支撑到了 费市转折到了 67.7 你杀低吗 我告诉你 这是一个买点 很精彩啊 所以大盘支撑来到一个相对低档的位置 很多个股如果出现买点不要客气 很多个股出现买点千万不要客气 不要手软啊 不要因为8月26号 那个高档区上上礼拜的位置没有卖 现在来到相对低档的 你才跟我说要卖 这样不好 好不好 这档美律 苹概股 8月收连长率高达46% 美律今天形态刚突破啊 可以买 因为下个月 跟着一下 这个月啊 8号 苹果发表iPhone14的一个新机啊 所以苹概股 沉沉欲动啊 不然越金光 为什么我们可以创造88块钱利润 所以整个一个美律啊 今天形态刚突破的一个同时啊 趁它盘中压回 9点43分 基本面分析成长46% 强势整理嘛 86以下买 43分的股价85.5 你去对时对价 会员 大概买在85块半 趁它压回啊 进场啊 这是我帮会员 盯盘的一个结果啊 对 你要懂得 拉高不追嘛 那压回呢 赶快进场做承接啊 85.5附近一定买得到 对 发盘扣讯之后 都在这边横移 收盘87.6 盘中大涨8.4% 为什么告诉你 不要乱跟单 就我对美绿的一个观察的一个结果 这支高票不好做 这支高票不好做 搞不好明天 苗头不对我就砍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很多次的一个个股的操作 为什么我们带会员是可以赚钱的 电视机观众 你看我节目去操作 你是了解的 赚的MNB我们会会很多 因为你买股票玩我一天 卖股票也玩我一天 你追高我的股票 你的利润空间有多大 你来跟我同步进出的 红宝三天可以赚三成啊 不是吗 所以对于目前盘式的一个低档区位置 如果刚好一些机油新个股 来到低档 准备转折向上 那是买点 这一档每月营收 连成那两位数字的机油股 之前操作过的 回到低档 今天黑街棒当然是跌 跌 来到相对低档支撑 当然要买 因为它很有波段的机会 这我提供给你 很有价值性投资的一档概念股 好好的跟 未来强势机油股 不晓得如果掌握的 你可以加油轻好是来 想要数stock178 或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完给佑达 欢迎你回到价值性投资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长龙海运 今天是减资之前的最后交易日 我知道很多朋友 高档都没卖 被迫参加紧值 两个礼拜之后回復交易 两个礼拜是一个不确定的时间 你不觉得对你的一个操盘的风险 有点升高的一个作用吗 就好像很多人 被迫参加除全席一模一样 因为股票没有卖 套牢 然后就跟着参加除全席 配席配股 看长线能不能扳回一层 结果呢 从此 如果一档价钱投资 给你的自由股 它除全席之后 会让你回本 那还OK 万一你参加除全席呢 是基本面越来越糟糕的个股呢 你永远没办法回升 你永远没办法回本 这是很多朋友惨痛的一个经验 所以卖股票 你觉得重不重要 股票的操作 一买一卖决定你输赢了 那个卖点 那个卖点太重要了 今天度你看我节目的 不管是会员 电视机观众 货柜三雄 你应该可以全身而退 你应该要全身而退 就怕你们一直一直 寄望着前两年 货柜那种塞港缺柜 缺船的一个圣像 你认为疫情 还没有正式的一个解封 今年度的航运报价 在今年度前三季 之前看得还不错 那是你的认为 过去不代表未来是如此 所以前两年 货柜三雄 创造了很多航海王 今年度 今年度 你也没有办法避开 大回挡的风险 这个太重要了 股票操作不是每天 都在讲求报酬率 不会卖 那个下来风险 有时候比你赚的利润 要更大 更恐怖 你不觉得吗 长龙海韵 166 153 144 是谁带你们卖的 这三个卖点 都是我公开在电视 告诉你要卖的 全国的会员 今年度 支持我的观众 当前我是做见证 这三个卖点 是我在东森财经台 两点半的节目 告诉你 要卖 卖 卖 我只有这一趟 没什么赚 144的 卖点 其他两趟 一定赚 重点 纵使144 没什么赚 你没有卖 这边杀下的过程 超过五成 所以我只有等到 他真的 可以抢反弹的时机到了 因为跌升 我觉得我如果不带会员 把长龙做买回动作 太可惜了 那百名贪 百名贪 所以首度结尾 跌五成了 当天82 抢反弹 我说是抢反弹 至于为什么是抢反弹 我已经讲过 很多的原因跟理由了 7月9号 预告除权缺口 有压 86接回的 压力来了 要不要卖 7月19号的预告 8月9号来了 来了嘛 减码卖 106 106 为什么抢反弹 我说小心地势剂 获利力下滑 这我在8月初 已经斩钉截铁的告诉你 我的看法 所以抢反弹 今年度 疫情 越来越多国家 解封了嘛 还会塞港吗 还会缺船缺跪吗 然后你所看到的一个 航运的一个报价 是不是开始急速地下滑 所以多是一个反弹波动而已 所以106 解码要卖 对 106不卖 剩92.1 可以结尾吗 我说不要轻易地抢反弹 记得吗 为什么不要轻易地抢反弹 第一次去获利下滑 会慢慢成为市场上的共识 你自己看一下 我讲完之后8月15号 航运族群旺季落空 8月29号 货柜量下修 运价续跌 9月初也是一样 外资大转向 大规模降频航运股 都跟着我的一个分析 再调降平等 再看坏航运股 那重点是还没有跌下来 你要先卖 不管是144之前的一个三趟卖点 或是106的一个减码的卖点 你要会卖 所以整个长龙 礼拜五79.7 一张都没有接 昨天还破底 所以很多人很无奈被迫参加减支 这都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投资行为 你投资 没有赚钱 很多人为什么来到出去 缺口106不卖 为什么 因为之前告诉你的 不管是17 17 170几的 或是150几的 144的卖点你都没有卖 因为很多人买在200以上的 每次的卖点都不卖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我们之前三趟的卖点 为什么越卖越低 你看不出端倪吗 你看不出航运的一个架构 它的一个结构性已经改变了吗 我怎么这样跟你认述过 所以为什么 144跌到80几才做 其他的动作 因为我知道它会跌很深呢 懂吗 所以股票的操作 赚钱要会卖 赔钱更要会卖 这档金虹 今天重挫跌停 昨天没有卖的 今天一样要卖 所以我的一个操作 不可能每一档股票都赚钱 你放心好了 如果你要找的是 每一档股票多赚 每一趟的股票的一个操作 都要够水准 都要赚 百分之百零胜率 跟着一下 零失误 我这边做不到 我只能 每天叮咛我自己 尽心尽力 帮会员每一趟的操作 做到大赚小赔的一个境界 然后可能每一趟 每一档都是获利ING 没那么厉害 我又不是神仙 我是一个正派的分析者 操盘手的 把一档股票选好 买点出现 第一档进场 如果上去该获利 就停一出场 如果不如预期 是往下修正的 该停损还是要停损 所以如果你们要找 百分之百 完胜的分析师 你可以令情高明 我这边是做不到的 所以不管是赚钱 还是赔钱 卖掉个股之音 当然是为了买下一档 或是第一档机会 一定是如此的 这一档森达科 低轨卫星的 我从第一档区 150级 沿路的来回操作 对不对 高档区我都提醒你要卖 上礼拜我创新高 184.5 卖一把 够不够肯定 好吗 够不够肯定 他创新高 我有带你去追吗 每次创高 我都告诉你要解码 森达科 包括上个礼拜 我来到184.5 肯定的告诉你 卖一把 很多人都不卖 我也知道 我从150级介绍的一个 低轨卫星的森达科 很多其他分析师跟着后面在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昨天森达科 调到169.5 其他老师的会员来问我要不要卖 我不是上礼拜我告诉你要卖了吗 你为什么不去问你们老师 为什么要来问我 这样不是觉得很奇怪吗 所以整个森达科的一个架构 今天杀到162 你上礼拜五的一个卖点 184 差了二十几块钱 回档三天 千万不要杀低 千万不要杀低 不要把买点当卖点 这样一堆不好 就像郁金光 403到443 第一趟40 第二趟回到403 看好这是低档的买点 平概股 到上个礼拜四 459.5 涨了56块钱 创波段新高 我告诉你 过高不追可以减码 有没有 去看一下上礼拜 YouTube的节目带 创新高你再追你会受伤 你知道吗 所以上来我一定会减码 分两次减码 上礼拜五 451卖出另外一笔 451卖 就跟你对价过了 所以403到443 40 403到451 48 两趟88 平概股的郁金光 如果低档买高档卖的 很清楚的一个做交代 451一定卖得掉 因为卖完之后458 收盘451 保证一定成交 就是因为上礼拜五有卖 昨天打到425 差了二十几块钱 昨天礼拜一的郁金光 我会不会告诉你 那是一个收缴止跌的买点 425嘛 尾盘 小拉高嘛 变小跌11块钱嘛 所以整个郁金光今天又冲高 463 这当然是一个价差动作而已 425到463 30几块钱 你会做的 至少有25块钱以上的空间 所以对于 目前的行情的一个架构 指数在相对低档 到底哪些个股 是回到低档 转折买点 很重要 很重要 压队上去 当然是颇端 这档无连 车用电子的 记得吗 8月22号 长黑 贯到148.5 低阶 隔天 中长虹 上去158卖 3天10块钱 换股 8月20号的卖点 那今天胡联的一个架构呢 你看我卖完之后呢 又往上冲高 因为我选的股票 基本面真的很强 市场上认同度很高 我卖掉不进了马上会下来 那今天好不容易 它连跌4天 我买低点了 今天最低152.5 你要看清楚 为电视观众对视对价 11点21分的胡联 在154以下买进买回 经过三分钟 在153 你就对视对价 154以下保证定成交 运气好一点的 买153 154呢 一定买得到 今天最低 几万钱 152.5 我几买在今天最低档附近了 153买回之后 微盘稍微拉高 155 这是我今天一个动作 盘式的低档区 哪些强势机油股 有波段 不要客气 跟紧 这张股票一样连是黑 来到支撑 应收新高的 我飞机股票 有基本面的加持 技术形态的支撑买点 一旦浮现了 我一定带你进场 未来强势拨动股票 不晓得如何掌握的 我爱你加入龙家军的行列 从明天开始 我们一起来对时对价 把节目时间交给佑达 好 最后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区 各个有加奖券 无不当地赛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最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选项评估并且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